哈利利亞 感謝神的恩典 看顧大家平安 讓我們今天晚上在這邊 積極敬拜神 願神祝福大家 我們今天晚上要互相勉勵的題目 就是說 隨時省察自己 因為我們現在活著 就是在走天國路 我們要隨時警醒 省察說我們有沒有做錯什麼地方 有沒有遵守神的道理 不是說相信就得救 相信以後也要受洗 接著要受聖靈 那受洗受聖靈的以後 我們是不是就安心了 我們教會很多人也是一樣 受洗受聖靈以後 接著沒多一段時間以後 又離開教會了 五十年前 跟我同在一起當教員的 甚至現在有好幾位 都已經離開教會了 他們也是一樣啊 明白尊耶穌教會 是唯一得救的教會 然後又受聖靈 又受洗了 那怎麼會離開 我就想不懂 其實我們今天在 行走天國路當中 我們不是要求 做世上的平安 不是要更新我們在世界上 我們的生活 能夠跟外邦人不同 那這樣就非常好 能夠受到神的保護 能夠平安 那我就滿足了 我們所要求的最後 重要的目標是說 我能不能得救 有沒有把握達到得救的標準 所以我們知道 聖經裡面說了 魔鬼像火叫的獅子 遍地遊行 審找可吞吃的人 那什麼人是可吞吃的 當然是真耶穌教會的信徒 魔鬼就是要來吞吃 所以我們如果說不小心謹慎的話 有時候我們就會被魔鬼吞吃了 所以要進入天國的話 主耶穌也這麼說了 天國是努力的人進入 不是只有相信 相信以後還要努力 努力做什麼 做靈修的工作 不是相信以後我就等著得救了 所以聖經也這麼說了 被招的人多 被招顯照的人多 但是顯上的 就不一定很多了 所以我們就隨時在靈修過程 要做好我們的靈修功課 保羅是神所特別顯顯的 他也是一樣 跟我們達到得救的標準 得救的條件 是得救的後顯人 他也受聖靈 他也受洗 但是保羅怎麼說 說我真是苦啊 誰能救我這個起死的身體 保羅怎麼會有起死的身體 他應該是受罪啦 主耶穌受免我們的罪 但是我們活著的時候 我們還是帶著肉體 肉體怎麼樣 有情意 所以我們常常會想說 我要做什麼做什麼 保羅也是一樣 他說我想要做的善 有一個力就把他控制 就是說不要去做善 他不想做的惡 偏偏就鼓勵他說去做 如果保羅不小心的話 他也是一樣啊 也會犯錯 所以他才說 他心靈願意 我心願意進天國 但是他有一個起死的身體說 我的肉體要叫我去死 所以連保羅都敢這麼寫 我們 何況是我們 常常也會檢討我們說奇怪 我們常常為什麼會有一些壞的思想 有時候弟兄姊妹也會有時候互相陷害也不一定 為什麼 這不是教會的問題 是個人肉體情意發動的問題 所以我們要隨時要省察我們自己 讓我們靈性能夠得到進步 那我們要省察什麼 第一個 我們要省察我們的內心 心裡面 我們心裡面怎麼想 神知道 你想什麼你知道 我想什麼我知道 但是 我不知道你在想什麼 我只是看到你外表很虔誠的 可能坐在這邊 在聚會敬拜神 但是你的心可能到外面 回家啦 還是做什麼都可以啊 所以你的內心有沒有來 我們不知道 但是神 他知道 他不是只有看你來聚會而已 你來聚會 你來聚會 有沒有帶著心來聚會 所以 在聚會 在聚會 那邊就記載了 說神是看內心 不是向人看外表 所以我們對我們心裡面所思想的 我們都特別要謹慎要來省察 我們看真言第四章 我們看真言第四章 真言第四章 真言第四章 所以一生我們的果效 你要怎麼走 要來教會 還是不來 還是要在家 都是你自己決定的 因為神給我們自由意志 所以我們心想什麼樣 就照著心手想的去做 所以這要勉勵我們說要保守我們的心啊 聖會保守一切 我們的心思要正確 不能有偏差的行為 所以主耶穌在世上的時候一直在警戒那些怎麼樣 也是在責備那些文書法律賽人 他們也都是敬拜神的人 也天天常常在讀聖經 但是主耶穌這怎麼講 我們看馬太福音二十三章 二十三章 十三節 這邊就訴說法律賽人的七個災禍 他們都是敬拜神的人啊 文書法律賽人啊 所以十三節這邊記載說 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書法律賽人有負了 因為你們正當人的面前把天國的門關了 自己不進去 正要進去的人 你們也不容他們進去 十五節 我們再看第二節 第二段的裡面 就是說有古見在十四節這邊說 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書法律賽人 有負了 因為你們侵吞寡婦的家產 假意做很長的禱告 所以要受更重的刑罰 所以他們表面上做更長的禱告 但是內心在想說怎麼來侵佔人家的財產 十五節裡面就講了 你們這些假冒為善的文書法律賽人有負了 因為你們走遍海洋陸地勾引一個人入教 寄入了教界 屬他做地域主主比你們還加倍 再來看二十三節 這說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書法律賽人有負了 因為你們將薄荷茴香金芹菜獻上十分之一 那立法上更重要的就是公益靈敏信使 返倒不行了 最後更重要的是你當行的 那也是不可不行的 就美麗我們就說 基督徒我們就應該行公益靈敏信使啊 不是只有在那邊獻祭 獻十分之一 我做表面的大家看得到 要行公益這個是有時候是看不到的 但是只有神看得到 所以二十五節也是這樣 主耶穌就責備他們 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書法律賽人有負了 因為你們洗淨背盤的外面 裡面卻沉滿了垃圾和放盪 就是做表面工夫啦 二十六節 你們這瞎眼的法律賽人 先洗淨背盤的裡面好像外面也乾淨啦 然後第六個災禍就二十七節 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書和法律賽人有負了 因為你們好像粉式的墳墓 外面好看裡面卻裝滿了死人的骨頭 和一切的誤會 所以就也是說他們好像墳墓一樣 外表都很漂亮 但是墳墓的裡面 內心的裡面卻裝滿了死人骨頭一樣 和一切的誤會 二十九節 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書和法律賽人有負了 因為你們建造先知的墳墓 修飾藝人的墓 所以若是我們在祖宗的時候 必不和他們同流先知的學 三十一節 這就是你們自己證明是殺害先知者的祖孫啦 你們去充滿你們祖宗的惡冠滿寧吧 所以主耶穌在責備這輩文書法律賽人 就是他們的內心完全都不清潔 做的事情 外表看不出來 所以從這經節裡面看的話 主耶穌一直在指責他們 就是做表面功夫 好像很虔誠也是在敬拜神 但是手做的神都不喜悅 所以主耶穌有一次到 撒瑪利亞那邊的地方 然後疲見了正中午 他在雅各井的旁邊休息 因為他可可啦 這時候有一個家南戶人 有一個撒瑪利亞戶人 他拿著水桶來井裡面拿水 然後主耶穌跟他要水啊 然後他那個人就講說 你們猶太人根本沒有來往啊 那你怎麼會跟我要水呢 主耶穌說你如果知道我有佛水 你就會跟我要佛水 那個婦人奇怪啊 說你不是沒有汽水的功績嗎 你才會跟我要水 然後主耶穌接著就跟他講道 最後講到一個重要的時候到了就是現在 現在是怎麼樣 就是主耶穌來世界上 開始這個階段就變成新約開始了 我們看耶穌福音第四章 耶穌福音第四章 二十三節 一百三十月 十後將到 如今就是了 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靈和誠實拜他 因為父要這樣的人拜他 二十四節 神是個靈 所以拜他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他 所以我們今天來聚會 平時我們所做所想的 我們心裡面所想的 別人都不知道 神知道 所以我們要聚查 今天我們來教會 敬拜神 我們不是用外表來敬拜神 說敬拜神是用心靈 你有沒有帶著心來敬拜神 所以才講說神是個靈 所以拜他的 我們今天就是要用心靈跟誠實 用內心 誠心誠意的來敬拜神 不是表面來這邊 所以我們要聚會 我們要聚會 我們有道 那就好啦 神是看內心的 所以我們要聚查 我們的內心 有沒有在誠心誠意的敬拜神 第二點我們要聚查的 就是聚查我們有沒有信心 我們隨時都要聚查我們信心 但是我們現在講的有聚會 來聚會的 起碼我們大家都有信心 因為沒有信心的 真正沒有信心的 有時候就已經不來了 所以我們常常就是要 要聚查我們有沒有信心 在哥林多厚書13章5節 那邊就記載免禮我們 除了聚查信心以外 要聚查說我們的根基 有沒有穩固堅定不移 你的信心有沒有堅定不移 還是小信 那如果你真正相信神的話 你什麼事情就知道認識神 有神可以依靠 那你有信心 你有沒有交托神 有的人碰到什麼事情 你就忘記神了 所以他有信 有他有信 但是他碰到什麼重要事情的話 有時候就沒有把神擺在第一位 那就怎麼樣 沒有辦法去交托啊 所以你有信心的話 就應該會交托 我們看詩篇37篇 詩篇37篇 第五節 六百八十三月 六百八十三月 又當將你的事交托 也有法並依靠他 他就必成全 所以我們不管什麼事情的話 將我們所碰到的事情 我們所需要的 我們能夠交托神的話 依靠他 神就會給我們成全 只要我們有 對神有信心 所以我們如果聖經裡面 就基伯來書那邊記載啊 說我們若能把起初的信心 堅持到底 就與基督有分了 所以你的信仰就要堅持啊 不要找到真耶穌教會 然而認識了 又離開那些人真的很可憐 他已經有機會 又離開了 所以就是沒有把 切屬的信心堅持到底 那我們信心 常常會講說 哎呀我不夠啊 主耶穌在講信心的時候 門徒也就講說 哎呀我們的信心不足啊 求主幫助 我們不足的話 求神幫助 不是說我每一個人都有 非常堅強的信心 有時候我們信心軟弱 因為帶著肉體嘛 但是當我們遇到 需要的時候 要依靠神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信心 信心不足的話 要怎麼辦 向神求啊 所以在馬國福音那邊記載 有一個父親啊 帶著他的兒子 因為怎麼樣 被亞巴鬼附著啊 然後就琢磨他 那門徒沒有辦法處理啊 指揮書就叫他來啊 結果那個見到指揮書以後 他就更嚴重啦 這個時候他 指揮書說 對對他的爸爸怎麼講 我們看馬國福音第九章 馬國福音第九章 二十一節 耶穌問他父親說 他得這個病有多少日子 他回答說 從小的時候 鬼裡處把他仍在佛裡水裡 要滅他 你若能做什麼 求你靈敏我們 幫助我們 他對主耶穌 沒有什麼信心耶 他不知道什麼 他說你若能做什麼 求你靈敏我們 幫助我們 但是主耶穌對怎麼說呢 我們看二十三節 耶穌對他說 你若能信 再信的人 凡事都能 再信的人凡事都能 是你信心不足啊 但是二十四節這邊 孩子的父親 歷史函就說 我信 但我信心不足 求神幫助 就是說你信心有沒有 我們每個人都信心不足啊 不能驕傲說 哎呀我信心沒問題 遇到狀況就會有問題 像彼得要行走海面一樣 看主耶穌行走海面 他也是一樣 有信心想要行走海面 但是遇到看到那麼大風浪 然後看到自己又能行走海面 就嚇一 就怕啦 一怕信心就消失 就沉到水裡面去了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都有時候 我們帶著肉體信心會軟弱 那我們要求主耶穌幫助我們 我們就變成怎麼樣 說我信 但是我信心不足 求神幫助我們呢 增加我們的信心啊 所以信心跟我們得救有關係 但是我們求神幫助 第三個 我們要講到了 要檢查的就是什麼 檢查我們有沒有愛心 尤其愛心更重要 跟得救有關係 主耶穌在樹上傳道理的時候 也就講到十戒啊 我們小時候都很謹慎 都不能換說不能換十戒 就背一直背 背下來 那十戒主要是精神愛人 沒錯 但是主耶穌來到世界上的時候 除了除了十戒以外 交代一條 就是說 你那個那一條是什麼 命令 我們看 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 我怎麼愛你們 你們要怎麼相愛 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 眾人因此就認出 你們是我的門徒了 所以這邊講了 十戒就是我們要謹慎 不能去換 但是另外一條叫我們說 要去做 不是說勉勵 勉勵的話就是怎麼樣 盡量去做 盡量 叫做勉勵 哎呀你盡量啊盡量啊 那是勉勵 主耶穌不是說 我勉勵你們要去做 主耶穌說 我是一條新的命令 叫你們彼此相愛 我怎麼愛你們 你們也叫怎麼彼此相愛 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 眾人就認出 你們是我的門徒 所以主耶穌在這邊講說 是一條新的命令 既然是命令的話 就絕對要遵守 不是說哎呀 有就好沒有也沒關係 你就是命令 就好像軍隊一樣 命令一定要達成 因為怎麼樣 為什麼主耶穌要叫我們彼此相愛 我們看耶穌一書第四章 這邊就講得更清楚了 耶穌一書第四章 三百四十八頁 親愛弟兄啊 我們應當彼此相愛 因為愛是從神來的 凡有愛心的都是由神而生的 並且認識神 第八節 沒有愛心的就不認識神 因為神就是愛 所以主耶穌就是神啊 他愛我們 甚至為了我們的罪 要來犧牲在十字架上 因為主耶穌就是愛嘛 神就是愛 所以他才能夠怎麼樣 要求我們 他自己先做出來 然後才能要求我們 因為他是愛 所以這邊講說神就是愛 所以主耶穌才 免利命令我們 我們看十九節 我們愛 因為神先愛我們 人如果說我愛神 且恨他的弟兄 就是說謊話了 不愛他所看見的弟兄 就不能愛沒有看見的神 愛神也當愛弟兄 就是我們從神所受的命令 所以我們這件事 教會的信徒 都是得救的候選人 我們這個就應該更要什麼 主行愛心到底 這邊講了 弟兄姊妹要彼此相愛 如果不能彼此相愛的話 就怎麼能夠愛說 說我愛神呢 不能 因為不能彼此相愛 就沒有辦法看見神啊 所以我們教會弟兄姊妹 有說有的人是說 你得罪我 我就不跟你講話 不跟你來往 這就錯了 有的人還保持著什麼 憎恨的心 你當時就講我的壞話怎麼樣 所以我們教會裡面 也有紛爭 當然有啊 因為大家帶著肉體啊 帶著你 所以也有壞的行為都有啊 所以就是個人的因素 跟教會無關 是因為這些人 就沒有辦法去行出愛心出來 所以說愛神也當愛弟兄 姐妹啊 這是我們從神所受的命令 所以聖經裡面 就新約裡面 就一直講說愛的重要性 馬大 哥林多前書十三章 就講得更明白 我們再看哥林多前書十三章 兩百四十二月第一節 我若能說萬人的荒言 並天使的話語 卻沒有愛 我就成了名的羅 想的拔一樣 我若有先知講道知能 也能明白各樣的奧秘 各樣的知識 而且有前輩的信 叫我能夠宜山 卻沒有愛 就算不得什麼 我若講所有的桌距窮人 又守身洗身叫人 焚燒 卻沒有愛 容於我無意 所以所做的這些事情 有時候我們都沒有辦法做得到 我們能不能說萬人的荒言 並天使的話語 沒有辦法 我們有沒有先知講道知能 我們也沒有辦法 那我們也沒有前輩的信 所以我們也不可能說 我們把所有的都做距窮人 如果你這麼做事 我們認為說非常偉大 了不起啦 非常愛神啦 但是你在做的時候 所存的心 神知道 你不是存的愛心在做 就好像最後的時候 我把所有的做距窮人 我是要怎麼 得到人家稱讚說 你是大善人 要讓前世的人都知道 那你不是存的愛心 你存的限要的心 那這個周濟窮人 救濟窮人 沒有功效 因為你不是存的愛心做 所以不管再講道理啦 不管做什麼啦 反正所做的事情 你都要存著愛 如果不存著愛的話 所做的都沒有什麼特別的功效 那現在的社會 因為經濟的壓力很大 工作壓力很大 社會的人心又嫌惡 所以現在有時候 大家我們都為什麼 保護自己優先啦 看到人家發生錯誤 在路旁的話 我們有時候就不敢去 為什麼 怕被他栽贓說 是我們去撞到他了 所以聖經講了 不法的事情爭多了 今天變成說愛心漸漸冷淡了 所以尤其 在提摩太后書那邊就記載 在末世 尤其現在這個社會裡面 必有危險的日子領導 因為那時候怎麼樣 人 今天的人 就是專顧自己 我自己做得好 我自己好就好了 我就不管別人 就是在末世的時候 越來越嚴重了 所以我們是得救的教會 我們不要向已無所教會 在起訴路那邊所警戒的 我們看起訴路第二章 起訴路第二章 第四節 難道有一件事我要責備你 就是你把起初的愛心離去了 所以應當回想你是從哪裡墜落的 並要悔改 行起初所行的事 你若不悔改 我就臨到你那裡 把你的燈台從原處挪去 所以我所教會的信徒 原來就已經有神的燈台在那邊了 但是這邊就責備他說 你把起初的愛心就離去了 就應該怎麼樣 檢討回想省查 說你從哪裡墜落的 要悔改 行起初所行的愛心 然後說假使不悔改的話 就臨到那裡 把你燈台 你移去 那你怎麼樣 得救又沒有盼望 所以愛心跟得救有關係 在馬太福音25章那邊記載說 幕後的審判 神要把羊昆成綿娘跟山羊 一個是什麼 行愛心的 一個就是不行愛心的 行愛心的就得救 不行愛心的 沒有照顧別人 沒有行有那些靈敏人的心的人 最後也是神被神拋棄掉 所以愛心跟得救有關係 主耶穌才會這麼講 要命令我們去做 接下來我們要審查我們的言語 我們人跟動物不一樣 因為我們會講話 我們所講的話 我講話你聽得懂 你講的話我聽得懂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都很喜歡 跟人家交流講話 在交流講話當中的時候 你的心如果說沒有做好準備 有時候就是說 在言語上 會攻擊別人 在言語上 不小心 就讓別人跌倒 所以你如果說在話語上 言語每天守行的 如果說實場 實場刑查 我們所說的話 如果能夠沒有過失的話 就是怎麼樣 聖經裡面就寫了 就是完全人了 我們看雅各書第三章 雅各書第三章 第二節 三百三十一月 原來我們在許多樹上都有過失 如果有人在話語上沒有過失 他就是完全能 完全人 也能樂住自己的全身 所以我們在靈修過程當中的話 言語最重要 常常我們的言語會 得罪人 尤其外邦人的話 是言語每天的話 都是在罵人 有時候 不罵人的話 下一句話就講不出來 就已經成習慣 但是我們基督徒是不會 但是我們在言語上 如果說沒有過失 沒有去得罪人 沒有去攻擊別人的話 那就是完全人了 所以聖經在隱無所述那邊 就勉勵我們了 我們誤會的言語 一句都不可出口 要什麼樣 隨時常常說造就好人的 造就人的好話 所以你的話 是正面還是負面 常常都講負面 攻擊別人 有的人就變成已經習慣了 什麼想 什麼看 都是看負面的 所以從聖經裡面講說 我們就要從正面來講 因為我們是基督徒 我們就是要進入天國 要做好靈修 所以一些壞的話 誤會的言語 都不可以出國 那總要說造就人的好話 另外怎麼 常常要說感謝的話 因為我們感謝神 讓我們繼續活著 感謝神 讓我們平安度過每日 我們的口常常要唱詩讚美神 就是感謝神 禱告也是感謝神 所以你總要常常要說感謝的話 那如果你怕說我會講錯話 那聖經就勉勵我們了 在真點十章十九節 就勉勵我們怎麼樣 多言多疑難免有過 你常常說話 不小心就會說錯話 那你要靈修乾脆就少說話 不是不要說 不是說不說話 多言多疑難免有過 禁止嘴唇事有智慧 因為怎麼樣 我不小心嘛 常常就會講錯話 常會攻擊別人啊 那既然這樣的話 我就少講為了靈修 所以在真點那邊就記載了 十一章十二節 那邊記載說 明則人靜默不言 所以有一句話也是說 沉默是今啊 你常常就是啊 你我會攻擊別人 乾脆我就不講 不講的話 就少掉過失 常常會攻擊別人 那我們所攻擊別人的話 不是只有傷害他 也傷害到自己啦 我們看馬太福音十二章 馬太福音十二章 三十六節 我又告訴你們 凡人所說的閒話 當審判的日子必要句句公出來 三十七節 因為要憑你的話定你唯義 也要憑你的話定你有罪 所以聖經寫得這麼清楚啦 我們所說的壞話也好 閒話 當審判的日子每一句都要公出來 我們會講說 哎呀我忘記啦 幾年前我講的話 我罵人的話我早就忘記了 就聖經在以前一兩千年寫的 那個時候他們想不懂 話怎麼會繼續公出來 如果現在有錄音機嘛 你以前所講的話 錄音機把你錄出來 讓你聽聽說你就沒話講了 所以神絕對有辦法把我們 這一生所講的話 審判的日子所講的話 記記就公出來 所以要憑我們的話定你唯義 也要憑你的話定你有罪 所以我們要謹慎我們的言語 要想聖經事選擇自己 再來最後一點就是什麼 檢查我們的行為 如果你有信心 說我有信心啊 就好像其他的教會教教 哎呀信就得救了 沒有這麼簡單 如果信就得救 我也就跑到那邊去了 我也不願意說 就這麼多年的時間 都在尊列宿教會裡面 因為我知道尊列宿教會 是唯一得救的教會 完全遵照聖經 符合聖經 只是我們要在過程當中要靈修 靈修的話就是要檢討 檢查各方面 所以我們第五個說 檢查行為 如果你有信心 但是你沒有行為 對神有信心 但是你的行為不對的話 是怎麼樣 我們看雅各斯第二章 我們看雅各斯第二章 雅各斯第二章 二十六節 說身體 新約三百三十一頁 身體沒有靈魂是死的 信心沒有行為也是死的 所以你說我有絕對的信心 但是你信心沒有行為也是死的 那這邊再講了 如果能夠有信心就能得救的話 魔鬼也會得救 為什麼 他有信心呢 他比我們更有信心 因為我們還沒有看過神 他看過神 他遭遇很多事情 從以前到現在 所以聖經對魔鬼怎麼講 我們看 十七節 第二章十七節 你這樣信心若沒有行為就是死的 必有人說 你有信心 我有行為 你將你沒有行為的信心 主給我看 我便藉著我的行為 將我的信心主給你看 十九節 你信神 只有一位 你信的不錯 魔鬼 魔鬼也相信 但是卻是戰經 魔鬼也相信神啊 但是卻是戰經 為什麼知道戰經 奧斯姐說虛無的人啊 你願意知道沒有行為的信心是死的嗎 所以魔鬼是說 他的行為是死的 他的信心是死的 因為什麼 他的行為太壞了 專門在破壞人得救的事情 跟神作對 所以他有信心沒有用 他 在神的眼中看到 他的是 沒有行為的信心是死的啦 所以我們要謹慎 我們每個人當查驗自己的行為 聖經就告訴我們 個人自己所做的行為 自己要負責 我們看加拉太師 第六章 加拉太師第六章 第三節 兩百六十六頁 你們個人的重擔 要互相擔當 如此就完成了基督的立法 第三節 人若無有 自己還未有 就是自欺了 第四節 個人應當查驗自己的行為 這樣他所誇的就專在自己 不在別人了 第五節 因為個人必擔當自己的擔子 所以你所做所行的 說莫惑審判 神就是你自己所做的 要自己擔當 別人沒有辦法擔當 所以我們今天身為基督徒 在做靈靈的過程當中 就是怎麼樣 要做好的行為 就好像保留美麗提摩泰 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輕啦 你要做信徒的榜樣 尤其我們在外邦人當中 品性要端正為主發光 所以我們就是要傳福音的工作啊 那你來教會聚會以後 回到家怎麼樣 就不是基督徒了 因為什麼 不怕靈居知道說你的基督徒 晚上要來聚會也是一樣 怕靈居知道你要去聚會 因為知道你去聚會 人家說你去哪裡啊 去教會 教會做什麼 你去哪一個教會啊 哎呀他就不好意思講了 為什麼 因為你不敢讓靈居知道 你是基督徒 尤其教會的傳道 有時候要去訪問 怎麼樣 找不到 問隔壁說 這某某人是不是做這一家 他說你們來幹什麼 他說我們是教會的來訪問啊 哎呀他是你們教會信徒啊 我們說是啊 我已經信很久了隔壁 有時候都還不知道 所以你怎麼能夠叫隔壁的人來信耶穌呢 所以我們真耶穌教會早期傳道 一個人信 一家信 沒多久 家族信 同事信 朋友信 都是怎麼樣 人跟人在傳人 不是依靠工具 就是要人 只會是要我們去傳福音 不是說叫福音族的人去傳福音 那是福音族的工作 不是啦 傳福音是我們每一個人 自己的親戚朋友同事 我們每天都在外邦人當中 因為我們怎麼樣 我們都是要工作啊 所以我們所遇到那些外邦人 知道不知道 你就是基督徒 你要叫他來教會 他不來那是他的事 你不敢開口 為什麼 你不 沒有好的行為嗎 沒有辦法為此發光嗎 所以我們 什麼事情 在要有基督徒的體統 要品性端正 所以在善事上 要結果子 我們不要像那個 啟示錄裡面的另外一個撒迪教會 我們看啟示錄第三章 啟示錄第三章 第一節 三百五十七月 你要寫信給撒迪教會的使者說 那有神的七零和七星的說 我知道你的行為 按明顯示佛的 其實是死的 你要警醒 兼顧那剩下來 將要衰微的 因為我見你的行為 在我神的面前 沒有一樣是完全的 所以再看第五節 得勝的必要穿白衣 我也必不從生命臭上塗抹他的名 並且要在我父面前 和我父重死者面前認他的名 所以這邊免禮我們 看到說那些撒迪教會有一些人 就是什麼 他的行為按明是活的 其實是死的 就好像我們教會的名冊裡面 雖然好像有很多人 但是其中有一些人是死的 就一樣啊 都不來教會了 已經離開很久了 本來就有得救盼望的人 所以第五節這邊講 得勝的如果能夠堅持 到底有好的行為的話 必穿白衣 神必不從生命臭上塗抹他的名 他的名本來已經寫在生命臭上 結果神還要從生命臭上塗抹他的名 所以我們要謹慎 常常做好靈修的工作 我們也不要像老底嘉教會 我們看起書錄第三章 十四節 你要寫信給老底嘉教會的使者說 那為阿們的 為誠信真實見證的 在神創造萬物諸上為元首的 我知道你的行為 你不能也不熱 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熱 你既如溫水也不能也不熱 所以我必從口中把你吐出去 所以我們信主以後 我們今天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說 我能不能得救 將來能不能進天國 有沒有做好靈修的工作 那要做好靈修的工作 我們要常常聚會敬拜神 保持熱心 如果你常常不能不熱的話 神會把你從神的口中 也會吐出來 所以我們講到今天 省茶隨時 我們就在走天國路 每天都是要坐著 我們省茶的工夫 所以今天所講的這些道理 都是很簡單 其實是說 我們有沒有去做到 我們有沒有去確實 我們有沒有叫 真正在行走天國路 我們再來唱詩 兩百二十四走 謝謝